今天早上 我國跟尼加拉瓜 終止了外交關係 斷交的決定 涉及到複雜的 國際政治 以及兩岸的情勢 我要告訴國人同胞 台灣的民主越成功 國際的支持越強 來自威權陣營的壓力也會越大 但是我們都堅信 無論是外交施壓 或者是文攻武嚇 都不會改變我們堅持民主自由 堅持走向世界 堅持參與國際民主社群的決心